在下面有個NPC 右邊也是多了一個月苗的NPC 然後呢 我們還是看一下他的硬幣商店 首先印章商店是沒有變的 包括你上一次你就算用完了這個次數 他依舊保留下來 然後就是皇家商店也是沒有變 然後就是硬幣商店發生了變化 硬幣商店他這邊賣了一些一些戒指火花 還有魔方之類的 下面還有一些寵物的卷軸 那特別之處就在這個叫極端成長秘 它是200硬幣一個 然後全世界可以買五個 這裡還有混沌還原器 可以買三個 這個黑色涅槃火焰 全世界可以買五個 這個是永恆涅槃火焰 全世界可以買25個 這個是強大的涅槃火焰 全世界可以買20個 這個黃色魔方 全世界買10個 這個叫奇異潛能變化魔方 全世界30個 這個是A潛全世界10個 這個是A潛全世界10個 這個是附加潛能的 然後寵物的攻擊力和魔力的 全世界可以買10個 剩下這些就是戒指之類的 這個是聯合戒指 然後就是寶石工藝戒指 寶石工藝戒指 就是你要然後 從C級開始合成 一直合成到S級 然後每兩個合成 然後就是你拿那個S 換成了一個戒指 這個四個戒指換一個SS的戒指 就這樣 然後看一下它這個新的活動 它是亞瑟的沙龍登場 就是亞瑟這個人 他終於登場了 他是個騎士 然後他想去舉辦一個派對 然後讓他登場 然後他要你去搜集一些食物的材料 那實際上是一個集分的技能 然後你要去打獵等級附近的怪物 然後你要去打獵等級附近的怪物 收集這個派對的食物材料 然後每搜集20個派對的食物材 他會給你4000點 這個RICE分數 1.5 H1 2.8 H1 1.8 H1 5 H1 2 3 4 4 7 8 9 9 然後因為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他的獎勵是15星的這個卷軸 但是你要提交400 然後現在的上限依然是300每天 所以說你倒是要提交的是14天才能拿到這個15星強化卷 最後再來看一下他上一個階段 他那個騎士教程滿級之後他會送一個稱號 他的稱號有效期會到7月15日 然後他是全屬性20攻擊力魔力15 然後對BOSS的普通怪物增加15%的傷害 無視防禦力加15% 心之力加30 以及加這個神秘力量30點 那麼第二階段的活動先看到這裡 然後再往下烹調 好可憐 好可憐 好吧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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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